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我是罗千竹 首先来看到今天的主要内容 继美国与澳大利亚先后封杀华为之后 新西兰很可能成为第三个否决华为设备的国家 电信公司Sport在昨天表示 由于通讯安全局认为使用华为5G设备 可能会威胁国家安全 因此打算否决相关提案 目前华为方面正试图挽回这项合作案 公司会尽快安排与新西兰的官员们会面 了解政府的立场并且厘清疑虑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核心 提出海洋强国路线 计划在2030年前打造四艘国产航舰 而中国官媒新华社日前首度确认 中国的第三艘航母正在建造当中 外界认为它有可能采用核能动力和电磁弹射技术 不过日本产经新闻根据中国军方人士的消息透露 新航母依旧是传统的蒸汽动力航母 不过会导入新的电磁弹射技术 预计最快在2025年之后才能服役 报道指出 该航母是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 可搭载更多燃料武器 作战半径大幅提升 美国的核动力航母 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 也是使用电磁弹射技术 再来看到中国解放军演习 竟然跟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不齐而遇 根据福建海事局发布的消息显示 解放军在台湾海峡的演习于27日28日举行 联合报报导指出 虽然这次的演习并未引起外界关注 但是就在演习前 台海地区确实发生不少值得令人关注的事 首先是台湾九合一选举落幕 台湾的政治版图由绿地变蓝天 虽然国民党候选人打出九二共识牌 但内在的隐性台独还是令中国产生警惕 再来是28日凌晨 美国海军一艘驱逐舰和补给舰 从东北向西南穿越台湾海峡 并于晚间进入南海 报道表示 这说明了美军战舰在穿越台海的当时 解放军正在台湾海峡中线西侧的海域 进行实弹射击演习 针对美军选在川习会前夕派战舰到台湾海峡 外界认为这是美国想对中国政府打台湾牌 中国正积极进行晶圆外交 目前与萨摩亚讨论 计划为一个港口的再开发提供资金 这项举动被认为对澳洲和美国在南太平洋 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战略影响 根据澳大利亚人报网站26日的报道 萨摩亚农业与渔业部长证实 他们正与中方携商为阿绍港的改扩建提供晶圆 报道引述军事专家指出 中国的这项举动可能是希望对澳洲施加压力 因为这个港口可能会导致美国在南太平洋的防御 出现突出问题或危及澳洲东海岸 通往美国的贸易航线 中国不止大肆的投资非洲 甚至为了宣传政绩 以优渥的条件拉拢东南亚与非洲的主要媒体记者 向全世界讲中国好故事 印度媒体今日印度刊登前驻华记者克里西南的报道指出 中国外交部从2016年起 每年招待来自印度 巴基斯坦 孟加拉等十几个国家的记者 在中国居留十个月 他们享有贵宾级的待遇 像是免费住在豪华的北京建国门外交公寓 每个月两次到中国不同省份免费旅游 有些人甚至还可以得到每月5000元人民币的补贴 不过他们必须落实习近平的指示 帮忙对外宣传 文章内引述一位参与过这个项目的记者表示 他们被明确告知不要报道南海争端 此外如果想完成奖学金项目 就应该写出积极的故事 即便中国积极收买外国记者 但美国专家认为 北京正试图扩大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 因此他们建议限制中国记者和学者的赴美签证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长期观察中国的32位美国专家提出一份报告 指出中共在美国运作的目标 是提倡对中国专制政府的同情 却不开放美国的组织与中国社会往来 例如严重限制西方媒体在中国的活动 此外美国大学要是主办中国不喜欢的活动 会被北京报复 企业不认同北京对台湾和西藏问题的看法 也会受到威胁 美国智库在中国的活动也受到限制 因此专家建议设立一个联邦政府办公室 让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团体 可咨询得知如何因应中国的合作提议 此外报告也主张 美国政府应该限制发给中国新闻记者 以及智库和大学学者的签证 除非中方也提供对等管道给美国 中国709案被捕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 27日获颁2018年瑞典爱德斯丹人权奖 不过李文足遭到中国当局限制出境 只能委托旅美中国人权律师陈光诚的妻子 袁伟晋代理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主办单位把奖项颁给李文足 是表彰他对捍卫人权事业的杰出贡献和勇气 袁伟晋认为 这个奖项除了李文足之外 对其他同样是为家人的自由而抗争的人来说 也是很大的鼓舞 让他们更有信心的支持家人为自由发声 颁奖典礼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 现场有200多人观礼 主办单位注意到李文足 在中国国内抗争时使用的小红筒 因此在颁奖会场也准备了很多 写有中文爱字的小红筒 并安排小朋友拿着唱歌 以表达对李文足的支持 中国诞生基因编辑婴儿的事件撼动国际 先前国家卫健委下令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展开调查核实 并将依法依规处理 此外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 也在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公开道歉 不过有法律人士表示 贺建奎的这项研究 恐怕难逃法律责任 第一财经引述北京市经师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许浩分析说 贺建奎面临民事行政行事的三大法律风险 同时也给参与实验的婴儿及父母 在未来设置了重重的维权门槛 许浩强调贺建奎如果没有从业医师的资职 他可能已经涉嫌非法刑医罪 中国知名音乐组合宇权的成员陈宇凡涉嫌吸毒 遭警方逮捕 他的搭档胡海权得知消息非常难过 在微博连发10个为什么表示痛心 这种无语问苍天式的悲鸣令人看了不慎唏嘘 而两人原定12月25号要在北京举办的 与全20周年巡回演唱会也宣布取消 并开始展开退票手续 值得注意的是 揭发这起吸毒案的组织是石井山老街坊 中央社报道指出 他们是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逐渐壮大的新生群众力量 在此之前北京已经有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等团体 在中国社区群众团体遍布 他们平时打扫街道做公益 又同时肩负治安通报的责任 呈现出警民一线的防护网 而这种告密团体也成了民间的特色之一 香港2014年爆发占领中环运动案 大批示威者占领金钟 铜锣湾和望角等主要马路长达79天 导致交通瘫痪和混乱 一些商店无法经营 发起人戴耀廷 陈建民 朱耀明等9人被控以 删获公众防扰等共6项罪名 案件今天在西九龙法院续审 控方已经完成传召证人程序 法官裁定表证成立 根据商业电台的报道 戴耀廷选择不做自变 也不会传召证人 不过陈建民则表示会自变 这场历史79天的占领运动 是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抗争运动 青年学子和市民要求一人一票 真普选的和平理性诉求 广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赞誉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 明镜电视世界新闻 我是罗千如 首先来看到今天的新闻提要 澳大利亚当局正在推动修法 希望让情报人员 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时候 拥有更多使用武力的裁量空间 目前法律规定只有在自我防卫 以及保护其他情报员 这两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枪支 根据总理莫里森的提案 如果是为了保护人职与在场人员 未来将允许情报员动用合理武力 制服或拘禁任何影响任务的外力 因此有人批评说 这无疑是在开放情报员 执行特种部队的军事任务 二十国集团峰会 明天就要在阿根廷首都登场 但是现在却有大批民众聚集在议场外围 他们除了反对举行峰会之外 也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深感不满 因为总统马克里日前才与该组织 签署一份高达570亿美元的协议 宣称要用来解决阿根廷的经济危机 目前当局已经派出两万两千名警察 以及七百名特务随时在现场待命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 今天上午在家中不慎跌倒 撞伤额头 出现出血的情形 经过家中的护理师紧急处理之后 由救护车送往容肿来治疗 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彦均证实消息 并表示宋医时李前总统的意识还很清楚 高龄95岁的李登辉上午11点31分 在家里跌倒碰撞到额头有出血的情况 11点32分通知救护车 救护车在11点55分将李登辉送往台湾 荣民总医院 12点01分到院治疗 医院已经帮李登辉完成检疫的包扎 目前一切稳定 将进一步检查他的身体状况 更多最新消息尽请锁定新闻时事报 记者留心整理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孙玉山 欢迎收看世界简报 带您快速掌握世界各地的最新消息 先来关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席次 德法两国发生争议 由于一旦英国在明年3月脱离欧盟 到时候欧盟里就只剩下法国是在安理会的唯一代表 德国财政部长兼副总理萧姿 28日提议要法国将安理会常任理事席次交给欧盟 但招来法国的反对 肖智在柏林一场关于欧盟未来的演讲中表示 他明白说服巴黎并不容易 但这将是大胆且明智的目标 还建议法国可以成为欧盟常任驻联合国大使 以减轻失去强大席次的痛苦 法国驻美国大使阿罗随后在推特表示否决 直言这是不可能 接着带您看到地处欧洲十字路口的捷克 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将减少在布拉格的俄罗斯外交人员数量 捷克外长佩特日切克近日表示 目前捷克正与俄罗斯谈判 除了敦促俄罗斯减少外交官数量之外 也要求俄罗斯减少在布拉格大使馆中的技术人员数量 以及减少俄罗斯大使馆所注册的汽车数量 捷克是欧盟和北约成员 与欧盟大国之间的交通来往非常方便 捷克反间谍部门认为 捷克方便的地理位置和其他因素 导致俄罗斯以外交官的身份为掩护 向捷克派驻了大批间谍人员 造成俄罗斯与中国间谍机构 在捷克的活动越来越活跃 因此捷克需要有所防范 此外捷克外长还表示 乌克兰危机后 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制裁 而俄罗斯也威胁到欧盟各国 强谷捷克对此必须严肃看待 采取更多有效行动 对抗俄罗斯的威胁 甚至应加紧与欧盟合作共同应对 再来关注中国的中心通讯 是否帮助委内瑞拉来监控人民的消息 根据路透社报道 两位美国联邦参议员 民主党籍参议员范和伦 已经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欧 28日要求川普政府 调查中国电信大厂中心通讯 是否违反美国制裁措施 协助委内瑞拉设置数据库 以监视国民行为 在信函中 两位参议员要求国务卿 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判定 中心通讯是否与美国制裁的个人合作 非法使用美国零件 或帮助委内瑞拉政府 藐视民主进程或人权 先前路透社14日就有发布一篇 题为中心如何帮助委内瑞拉 建立中国式社会控制的报导 披露中心通讯在帮助委内瑞拉 开发新一代身份证的同时 也为当权者建立了一个监控公民的系统 路透社记者发现 美国人民几乎都有一张祖国卡投票 卡里面记录了家庭信息 个人财产 医疗历史等包罗万象的资讯 而这个系统正是中心通讯 效仿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而建 祖国卡除了汽油价格优惠之外 也能享有食品补助 健保和社会项目等等福利 对此就有媒体形容 这是逼着人民要么投给一个独裁政权 要么饿着肚子睡觉 目前中心通讯并未出面回应 委内瑞来资讯部 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 也算未出面置评 再来关心美中关系 由于贸易战的升温 谈判也陷入胶着 经过约七个月的时间 至今仍未达成协议 有评论家就示警 美中两国正进入冷战阶段 但根据彭博报导 川普口中最权威的中国事务专家 白邦瑞 不认同冷战说法 白邦瑞是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也是川普政府的外部顾问 他表示美中关系实际上已经有好转 并举例两国在处理朝鲜核武威胁 和反恐情报交流等方面 以加强合作 也认为两国领导人的关系非常深厚 且将在G20川习会后 两人的合作可能会更深 两国关系预期会更好 并强调关税并非唯一的牵绊 白邦瑞的这番话 对关切两大经济体贸易僵局的投资人来说 可说是值得重视 再来看到非洲国家几乎很欢迎中国的金钱资助 中国凭借着自身财力 频频加强对非洲的投资 西方国家对此深感担忧 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会扩大 但非洲国家却很乐意接受来自中国的金援 更称这是中国的善意 根据BBC中文网报导 唐桑尼亚总统在一间由中国出资新建的大学图书馆开幕仪式上说到 中国给钱不啰嗦 没有先决条件 报导指出相较于欧盟 世界银行等来自西方的资助相比 中国拿钱给非洲的态度更为大方 决定给你就会给你 因此唐桑尼亚总统还表示 两国之后还会加强合作 接着看到美国军舰经过台湾海峡的消息 美军一艘作战舰 一艘补给舰 28日清晨从台湾东北部海域进入台湾海峡 向西南航行 当晚脱离台海 这是台湾国防部所描述的情况 今天美国国防部证实 两艘美国军舰导弹驱逐舰斯托克戴尔号 以及油料补给舰佩克斯号 28日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 并表示此举符合国际法规范 展现美国对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之承诺 并且再次重申 美国海军将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跃 航行与活动 近几个月来 美国海军速度航经台海 引发中国政府的不满 并向美方表达关切 而这次已是美国军舰今年第三度通过台湾海峡 接着来看到 20国集团峰会即将在阿根廷揭开序幕 各国领袖今天开始陆续抵达 外界都在关注美国总统川普 这个周末会如何与中国讨论贸易问题 以及美国将如何回应高关税政策 冲击世界经济的指控 另一方面 深陷记者哈绍吉命案疑云的沙特王厨撒勒曼 也将出席这场峰会 除了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 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见面以外 也希望能早日摆脱国际对他的愤怒指责 接着带您关注韩国与日本的关系恐怕又要进一步恶化了 有五名韩国人从1944年开始就被强征到日本三菱重工位在广岛的工厂工作 甚至受到原子弹爆炸波及 家属因此向法院提出赔偿请求 韩国最高法院今天决定驳回三菱的上诉 并且判决公司方面要提供受害者每人大约800万日元的赔偿金 引起日本当局强烈不满 以召见韩国驻日本大使的方式表达抗议 未来也不排除采取国际诉讼 最后带您来看到韩国自制火箭试射成功的消息 根据韩联社报导 28日下午4点太空火箭世界号进行引擎测试 以及验证发动机的性能 不仅这支单截火箭顺利升空完成预定飞行 一体发动机推力也表现正常 火箭试射宣告成功 世界号是韩国首度完全自力研制的太空火箭 韩国科技部说 目前全球只有六个国家有能力自制太空火箭 包括美国 俄国 法国 日本 中国和印度 另外朝鲜 乌克兰 以色列 伊朗等十个国家 有能力制造火箭引擎 报导也表示 这次试射让韩国自制太空火箭方面跨出重大一步 世界号若依照计划于2021年 升空抵达预定轨道 韩国将成为全球第七个 有能力自制太空火箭的国家 以上是为您带来的世界简报 习近平缓缓步下理车 与西班牙国王费力佩夫妇一意握手 随后四个人在西班牙马德里皇家宫殿前合影 四个人看起来都有些拘谨 毕竟这是中国国家领袖 13年来首度到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 西班牙以盛大欢迎仪式 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 双方也都与随行官员们一意握手 因为习近平这次趁着G20峰会前出访 身兼重要任务 美中贸易战迟迟无法落幕 外界普遍认为 今年的G20峰会是最有可能解决贸易战的契机 不过美方态度强硬 除了已经对中国2500亿美元产品 课征惩罚性关税之外 还威胁如果G20峰会上 美中如果无法达成协议 将会对所有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 课征高额关税 面对美国施加的关税压力 习近平必须另寻出口 综合媒体报道 法国智库亚洲研究中心主席 迪茂柳评论就指出 习近平的欧洲行 就是为了要为中国资本 寻找渗透欧洲的突破口 除了会见西班牙国王 习近平也在28号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 双方都强调 未来愿意增进政治互信 促进交流 并且签署了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而习近平心心念念的一带一路 似乎也获得进展 虽然西班牙首相府官员 在先前就曾经表示 西班牙不会签署一带一路倡议 不过根据新华社报导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在双方会面时就表示 愿意参与建设一带一路 并且反对单边保护主义 习近平出访西班牙似乎获得不错的成果 只是想要达成连接欧洲与亚洲的大目标 习近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从2015年中国启动一带一路以来 欧洲的反应就相当分歧 欧盟主要国家普遍抱持谨慎态度 甚至提出欧盟版的欧亚连接策略 外界解读就是为了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 而中国多次收购欧洲产业 也让欧洲人猜测背后的政治意图 比利时和德国尤其谨慎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加1论坛 就被视为是中国渗透的阴谋 相对于欧盟 南欧国家态度就开放许多 不止西班牙 葡萄牙通信业者也表示 中国投资可以振兴当地经济 意大利民粹政府更表示 希望可以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 美国之音报导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员 马利安·史奈德就分析 美中贸易战恐怕影响欧洲供应链 所以欧盟反对美国以高关税威胁中国 不过欧盟同样也害怕中国的贸易策略 矛盾的心情造成欧洲国家战略分歧 欧洲国家对一带一路有的担忧 有的张开手欢迎 主要原因就是欧盟内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平均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在最新一期内容写道 面对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快速攀升 欧盟国家必须一见一致 更建议国家间应该互相帮忙 以减少中国在欧盟国家内的影响力 报导同时还指出 中国在欧盟境内的建设并不一定划算 建议欧盟国家应该谨慎审查 欧洲国家对中国投资的矛盾心情 从这里就可见一斑 习近平出访欧洲双崖 显然有他背后的政治目的 而即将到来的G20高峰会 是否真的能够缓解美中之间的贸易战火 成为今年高峰会的讨论重点 以上是五折一为你带来的明镜焦点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我是安华 今天我在华盛顿 跟大家要聊一聊 中共所提的文化自信 为什么越来越成为一个 令人耻笑的一种自嗨的 这样一种意淫式的这种提法 或者说是让人感觉到 啼笑皆非 因为最近的这个文艺圈 或者说公众人物 接连的出事 那么这个让人感觉到 中国人的这种信仰 或者说文化的传承 已经到了一种断代 或者说断层屡屡出现的 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最近刚发生的 就是这个雨泉演唱组合的 这个歌手之一 陈雨凡呢 也是又接到了北京的这个大妈的 或者说是群众的举报 被当场这个抓获 在吸毒 那么他的这个尿检呢 是有这个冰毒和大麻类 和他一起 这个据说是同居多年的一个25岁的女友 核性的女友呢 也是同时被举获 那么雨泉呢 这个陈雨凡呢 现在是今年43岁 那么应该说前不久呢 在一年大概一年以前 他这个被透露出呢 他的这个前妻啊 白百合啊 这位演员呢 是出轨 出轨之后呢 就造成了这个 陈雨凡的这种精神的极度的颓废啊 那么现在呢 据说啊 他的吸毒和此有世界的关系 那么白百合呢 也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那么和这个 一个男模啊 已经是在 一年以前呢 他这个出轨的这个事件呢 是被公之于众 在泰国 那么这样的 这样的一位 公众人物啊 两位呢 应该说这个福奇档呢 都是挺有名的 而且呢 这孩子也都 这个不小了 结果呢 造成现在这样的一种局面 而且呢 陈雨凡啊 又出了事 那么还有一起事件呢 就是一个中国的男星啊 来自湖南的这个 蒋静夫啊 蒋静夫啊 曾经也是一个 光彩夺目的 这样的一位男演员 那么他在日本呢 是和他的这个女友啊 叫做这个 中渊啊 优花啊 中浦优花啊 那么 这位女友呢 也是跟他在一起呢 也是倒了霉了 那么这个蒋静夫呢 应该说是在 呃 是进行了一场 这个丧心病狂的 啊 这种家暴行为 呃 让这位 日本的女友啊 据说是呃 被呃 痛殴了一夜 而且是满地 是血 那么 再看看就是之前发生的 包括啊 这个 呃 18年年初 呃 这个李小璐 甲乃亮啊 李小璐这个出轨事件 还有呢 呃 更早之前的这个 马荣 王宝强 出轨事件啊 马荣这个出轨呢 啊 早晨的王宝强啊 和这个 他的这个当年的 这个经纪人啊 宋志愣的是 对簿公堂啊 当然最后是赢了 但是呢 依然对于婚姻来说啊 也是两败俱伤 那么等等等等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 最近发生的事情啊 一两天以前刚刚发生的 乃至到几年以前发生 这一系列中国的这种公众人物 或者说文化圈 或者是演艺圈的这种啊 这种啊 乱象啊 这种让人呃 感觉到啊 这个事风日下的这种事件 是屡屡发生 让人目不暇接 那么在结合啊 这个两周以前呢 这个余敏洪啊 所说的这个 对中国女性 这个声讨啊 认为呢 中国女性带坏了 中国的风气 我当时是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啊 我觉得实际上余敏洪呢 估计呢 倒也不是真的认为啊 就是把这个脏水泼在女性的身上 而是一种呢 隐晦的方式 来向中国的这种目前的这种社会的啊 这种乱象 这种信仰的缺失 进行声讨 当然他后来呢 也是啊 诚恳的啊 道了歉 在这个啊 中国这所谓全国互联的这个教育之下啊 向女同胞道歉 同时呢 余敏洪还是没有受到啊 这个阻碍啊 如期的当选了 所谓这个改开四十年 这个中国的啊 百大的啊 优秀所谓优秀的 这个民营企业家的啊 这样的一个称号啊 那么 真正看来啊 实际上真正带坏 中国社会风气的 就是中共啊 专制蛮横的 这个党文化 而且这种文化呢 越来越催生啊 这个社会啊 集体当中啊 人们之间 彼此之间的这种啊 相处之道 那么暴力之气是啊 日渐严重 而且这种产生的啊 这种后果 或者说带来的这种行为 是令人作呜啊 诈射啊 比如说啊 这个蒋经夫啊 这个家暴 应该说啊 完全是啊 不可饶恕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们来看看 现在 尤其 尤其就想到了 中共所提的 这个现在所谓的 这个文化自信啊 那么之前呢 本一开始提的是 三个自信 后来变 加了一个文化自信 变成了四个自信 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这个 现在呢 又有这个文化自信 等等 那么感觉呢 这个自信 连同其他三个自信一样 都是一种口号式的 自嗨和壮胆 而且是充满了缺失和错位 没有明确的这个内涵 和可操作性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来看看呢 中共方面的这个 这个官方啊 对于这个所谓文化自信 是怎么作为一个定义啊 怎么进行 阐释的 所谓呢 这个文化自信 中共的解释 是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以及一个政党 对自身文化价值的 充分肯定 和积极的践行 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 持有的坚定的信心 那么习近平 说过啊 他这个 所说的这个就是 我们要坚持道路啊 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 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 那么何谓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呢 是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啊 就是刚才所说的这段话 那么这是影子他的 那么 之所以说到这个文化自信 啊 那么 他只是一句 口号 或者说是一个理论名词 实际上呢 这两者啊 就说 按照中共的解释 这两个 这个文化自信 呢 包含两方面 这个文化 一个是中国的这个 以儒家传统啊 思想体系 为主导的啊 这样的一种 中国的传统文化啊 体系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现在所谓的啊 这个实际上是党文化 就是啊 所谓的革命文化啊 那么这两个文化 要进行一番融合 那么要被这个啊 升班硬套的啊 非要啊 挤在一起 那么 参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所谓当代的中国的文化自信 啊 那么 按照啊 习近平等人的这种说法呢 就是说啊 中国呢 有博大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啊 那么增强了做中国人的骨气啊 底气啊 等等 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是我们文化发展的这个母体 积淀的所谓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等等 啊 包括了一些啊 名词 比如说自强不息啊 心中报国啊 天下心网匹夫有责 舍生取义 格雇顶心 福为继困啊 国而忘家 公而忘私 那么还有天人合一 天下为公 以人为本 名为邦本啊 在州复州 居安思危 指歌为武 协和万邦啊 与人为善 己所不遇 武士与人 这实际上都是些啊 从这个啊 中国的这个典籍当中啊 所剥离出来的啊 一些 一些经典的这种名词而已 还有说到所谓如法并用 德行相符啊 所谓这种治理思想 何为贵 何而不同的中方智慧等等 啊 那么 哎 然后呢 把这个话题一转又转向了 我们还有啊 所谓这个成前起后 既往开来的啊 这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啊 那么这有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啊 其中就说到 有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 西柏坡 雷锋 大庆 两单一星 航天 北京奥运啊 等等 连这些都成了精神了 啊 还有抗争救灾等等 那么这都是富有时代特征 民族特色的这种 所谓的宝贵财富 那么这个让人感觉到啊 说了 罗列了一大堆啊 但是呢 让人感觉到这种 这种文化啊 的自信的 这种 这种依据 或者说 他有什么样的一种指向性啊 有什么样的一种可操作性 他的内涵究竟如何 还仅仅就是啊 把两种啊 一个中国的这个儒家啊 主体主导的这个传统文化啊 和这个所谓的党文化 革命文化啊 所谓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都是一些名词 在罗列出了这些名词的一种啊 这种啊 生硬的这种拼凑 没有明确的这个内涵 或者说究竟怎么操作 可操作性如何呢 我们知道啊 自五四以来啊 包括啊 毛泽东啊 这个发动啊 文革啊 等等的 这些都是针对的是中国的啊 这个老夫子啊 孔夫子的这个啊 所一脉相承下来的 这个儒家文化啊 那么这个打击的 或者说针对的这个对象 就是啊 孔家电 那么要打倒孔家电 那么实际上呢 这就是把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呢 要啊 彻底的啊 应该说是啊 有抛弃的啊 这样的一种理念在里面 那么我们即使说到儒家啊 儒家当然他是一个 呃 行为 人们的一个行为和思维的规范和准则啊 这样的一套体系 那么也是属于一种亚宗教的这样的一个范畴 那么远远不是啊 世界很多 其他国家包括啊 这个基督教国家啊 伊斯兰国家啊 还有这种啊 非常啊 传统的这种啊 佛教国家等等啊 所他们所奉行的这种啊 触及灵魂的这种宗教信仰啊 那么 本身呢啊 中国人的这种信念 信仰的就是一种啊 入室的这样的一种 情怀 没有说上升到一种啊 出世的对于灵魂的 或者或者说啊 生命的啊 归宿啊 等等这样的一种思考的 这样一种明确的 指向性的啊 这种宗教信仰 那么现在呢 习近平做的事情啊 又是啊 要打通啊 他认为呢 把啊 两者 什么事情都可以打通啊 包括 这个中共建政以来的前后30年 要打通 要把毛和邓打通 那么现在呢 同样要把儒家思想啊 为主导的这个为内啊 核心内核的这个传统文化呢 又要和这个所谓的革命文化啊 要联为一起要打通 应该说又是一个乌托邦 又是一个啊 不可调和 或者说几乎不可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之所以现在啊 习近平呢 之所以感觉到啊 非常的这种进退失据啊 或者说 进退维谷 卖步子很难 原因就在于啊 他所设定的这些目标 都是前后完全是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 但他非要啊 把这些两套不同的体系呢 要掺在一起啊 形成所谓自己的这种啊 新的第三条道路也好啊 那么打通啊 这个前后三十年 打通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共产党 这个党文化革命文化 那么这个让人感觉啊 是一种完全的啊 乌托邦的这种式的幻想 那么的确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些公众人物的这种啊 所发生的这种令人啊 大跌眼镜的啊 这种事件 集中反映出中国人 现在这种信仰的缺失 那么这也始终是啊 中共治下的啊 所面临的一个啊 两难一个二律被返 应该说中国原有的 这个价值体系和取向 早已是面目全非 当然了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之前也说过啊 中国这个儒家传统 实际上的他的本质 他的一些精髓 是被阉割过的 那么即使如此啊 他还是有一套啊 约定俗成的啊 或者说是可以引经据点的 操作性 可操作性比较强的 这样的一种行为 规范的啊 这样一个模式 那么对于啊 现在的这个党文化来说 啊 那就是一些啊 乌托邦式的幻想 那么他的这种可操作性啊 几乎啊 不复存在 那么过去这套啊 老的东西 那么已经是 面目全非了 新的这个革命文化 又语言不详 而且信者寥寥 那么我们知道呢 尤其在这个八九六四之后 那么中国民众啊 对于这种民主自由 人权的这种 普世价值的这种追求 被强压 那么形成的这种万马其鹰的 这样一种局面 全如盛行 那么可以说 埋着头 闷着头啊 就像江泽民所说的 他最欣赏一句话 叫做 闷声发大财 也就是说 别管其他的事啊 尽管 赚你的钱就是了 那么等等 那么这些就反映出 就是中国文化的 完全不能成为自信 没有自信的这种 源头 或者说是根基 而恰恰是 一种文化的缺失 信仰的缺失 一个巨大的鸿沟 一个巨大的断层 那么这才是摆在当今 中国人面前的一种 文化内核方面的一种 需要好好去自信 去寻找一套 真正的 形成一套自己独特的 这种文化体系 那么至于是复古 还是拥抱 西方的这种 以自由 民主 人权 为核心的 这样的一套价值体系 那么这都是摆在当今 这个中国人面前的一种抉择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 他所主导的这两个 所谓的传统文化 现在和这种党文化的这种融合 那么这是一个 让人踢脚皆非 不可能实现这样的一个任务 所以呢 由此我们想到 根据我们这些天来所看到的 文艺圈也好 公众人物也好 包括这个企业家的这种 声讨也好 那么就让人不得不想到 中共的这种文化自信 从何而来 这完全是一套自欺欺人的 一种自嗨 一场自嗨 自嗨秀 一场闹剧 好的 我们今天对于这个话题的点评 和分析对比 就进行到这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人物 并不是很多人注意到 因基因编辑婴儿 而掀起轩然大波的贺建奎 只是一个年仅34岁的80后 1984年 贺建奎出生于湖南楼底新化县 根据界面新闻报道 贺建奎童年时家境贫寒 爸妈以务农为业 初中毕业后考入新化一中就读高中 资料显示 新化一中创办于1898年 是湖南省示范姓普通高级中学 在千人杂志今年3月发布的 对贺建奎的专访中提到 高中阶段 贺建奎非常痴迷物理学 曾经家里还有一个小小的 简易实验室 寒暑假时 自己会在家里鼓倒鼓倒 做一些感兴趣的小实验 还有一篇名为 今朝国家栋梁 新化一中近期涌现的部分 杰出校友的文章中介绍 2002年 贺建奎毕业于 新化一中284班 高考以优异成绩 被中国科技大录取 22岁那年 贺建奎从中国科技大毕业 获得近代物理学学士学位 随后前往美国深造 26岁时 贺建奎获得美国莱斯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 同年 他还获得了中国留学基金委颁发的 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 和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第85次年会优秀论文奖 27岁贺建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一年后回国 就在回国当年 贺建奎入选深圳市海外高层人才引进孔雀计划 同年 他指导南科大代表队 获得IgEM亚洲赛区金牌和银牌 在29岁 回国仅一年的他入选深圳市优秀教师 31岁贺建奎研制出亚洲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 第三代分子基因测序仪 其成果被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专题报道 《新京报》的报道指出 贺建奎不仅是学者更是商人 但曾是学霸的他走上商业道路 也曾经历过思想冲击 贺建奎在接受千人杂志专访时曾提到 念大学时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创业 觉得学者就应该专心于学术研究 但是一位导师改变了他 贺建奎称在斯坦福大学做学术研究时 他发现导师斯蒂芬奎克教授 不仅是世界基因测序领域的顶级科学家 还是十多家公司的掌门人 拥有三家上市公司的控股权 是一位身家亿万的超级富豪 这让贺建奎大吃一惊 贺建奎创业的念头在异国他乡萌生了 贺建奎在今年三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 也曾表示 在美国华人科学家的发展会遇到看不见的玻璃天花板 只有回到自己的国家才能做点大事 天眼查资料显示 如今贺建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有六家 作为股东的企业有七家 作为高管的企业有四家 贺建奎为深圳市南科生命科技有限公司的大股东 持股比例为45.5% 2012年28岁的贺建奎回国当年的7月4号 就成立了如今和他一起被大量曝光的公司 深圳市汉海基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专业从事生物信息分析服务的生物科技企业 贺建奎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第一大股东 直接持有汉海基因27.41%的股份 又通过珠海汉海创梦科技管理合伙企业 间接持有汉海基因的5.83%的股份 根据南方日报报道 汉海基因在2017年的估值已经达到15亿元 在汉海基因的官网上 有一则今年4月发布的关于汉海基因 获得2.18亿元A轮融资的报道 报道称 汉海基因近期已经完成2.18亿的A轮融资 由同胜资本、领头、西宜资产等5家机构参与跟头 贺建奎的汉海基因不仅获得了上市公司的间接投资 也获得了政府方面的资助 深圳市2015年技术开发项目公示名单显示 当年深圳市汉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单分子测序技术及研发项目 获得深圳科创委150万资金金额 在公开可查的2019年深圳市工程中心项目的公示中 汉海基因的深圳新型测序技术及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获得来自深圳科创委的450万资助 贺建奎在接受采访时曾称自己在运营汉海基因的同时也是南科大生物系教授 平衡这两者是一门艺术 如果二者不能得到妥善处理 自己就会陷入一滩泥潭难以抽身 新京报记者从南方科技大学获悉 贺建奎于2012年来到南科大生物系 2018年初贺建奎由于创业比较忙 没有时间教学 提出平心留职 尽管如此 南科大如今仍然因为参股贺建奎旗下公司 被质疑资助贺建奎基因编辑项目而陷入漩涡 11月28日贺建奎到达位于香港大学李兆基演讲厅的 第二届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会场 发表主题演讲 并回答记者提问时 首先感谢了自己的母校 同时回应称自己的个人公司 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其项目中 三年前展开研究的时候 大学有资金资助 后来涉及一些相关医疗事宜 自己支付了一部分钱 南科大完全不知道这一实验 实际上对于外界的反应 贺建奎感到惊讶 他表示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 大家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因为他觉得英美已经有类似的实验了 他称对这件事被泄露给媒体感到出人意料 不过对于外界的大量谴责 贺建奎并不认同 甚至感到骄傲 在他看来 更多孩子需要的是保护 而不是疫苗 他在去艾滋村时发现 有30%的孩子都感染了艾滋 我认为我是骄傲的 我是在挽救生命 贺建奎还说 自己并没有想到 要控制孩子未来的生活 孩子的未来可能有不同的潜力 可以发挥出来 他们将来可能知道自己的基因 是被编辑的 我愿意用自己生命的下半辈子去负责 以上是慕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欢迎收看明镜现场 备受瞩目的G20峰会 就要在阿根廷首都布伊诺斯爱丽举行 明镜电视记者微人已经到达现场 为观众带来最新报道 这次峰会 最为人们所关注的 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会谈 会前中美双方不停释放信号 美国称这是中美贸易战最后的摊牌时刻 目前川普毫不相让咄咄逼人 而习近平开放市场等承诺也只是口头说说 白宫高级顾问库德洛 今天在白宫对川普与习近平会晤会有成果表示怀疑 他暗示两位领导人或无法解决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 库德洛告诉记者 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会认真对待川普 他们应该认真对待 库德洛表示他十分失望 且他知道川普也极度失望 因此这次晚宴是翻开新一页的突破机会 库德洛说习近平可以站出来为我们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库德洛的上述言论是两天来 第二个有关会谈可能失败的信号 双方在布伊诺塞丽丝到底会有何种交锋 请看明镜记者魏仁在布伊诺塞丽丝发来的现场报道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魏仁 现在人在阿根廷的布伊诺埃里斯为明天就要展开的G20峰会做出现场报道 这一次的G20峰会事关重大 因为不仅是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他们终于要面对面的针对目前中美双方逐渐加温的贸易战进行对话 还有美国对于英国这个Brexit脱欧的这个不停改变的态度 也在这一次呢两国领导人会见面 这其中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也让各界十分的关注 还有在稍早签订的NAFTA 就是现在的USMCA的北美协议的三个国家的领导人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领导人他们都会来到现场 他们是不是会这一次一起正式的签署这个合约呢 由于这个加拿大的总理Tudeau 他对于目前的钢铁条款中间的这个关税问题他十分的不满 所以这一次他是不是会派出个代表 来签署合约 如果他做出这样子的举动的话呢 对于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关系又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也是各界十分令人感到耐人寻味的一个关键 不过呢 消息人士称 预计习近平与川普在阿根廷会晤时 将承诺扩大市场准入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等 北京将外部稳定视为解决国内经济形势不佳的关键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28日的报道 一位熟悉中国政府内部讨论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 除了承诺将更好保护知识产权 习近平可能将提出处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包括中国最容易做出的承诺 比如承诺扩大开放市场等 消息人士说 如果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关系得到缓和 将为中国领导层应对国内经济下行风险 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 习近平与川普都不愿承认贸易战导致经济下行的责任 预计中美元首会晤将暂停进一步追加关税 但是休战只是暂时的 警卫真的是十分的森严 你要进出都要拿出护照 为什么呢 因为G20有20个国家重要领导人都会来到现场 所以这整个布伊诺阿德斯虽然说是阿根廷的首都 不过呢 已经进入了一个lockdown的一个局面了 也就是目前整个城市要进入一个净空的状态 在阿根廷的这个领导人他也说了 希望各位在这边的居民呢 布伊诺阿德斯的居民 建议他们在礼拜四的晚上就赶快离开城 礼拜五已经变成了一个公订假日 就是希望要方便这边的居民可以逃离这个 到时候交通会十分chaotic 十分混乱的这个情况 因为当天呢 就是礼拜四开始 当天开始到礼拜六这三天的期间 所有当地的公众的交通工具都会全部的停摆 还有所有所有很多这个重要的交通道路也会所有的进行lockdown 也就是会关闭就是为了要避免有任何保安上面的疑虑 那其实呢在礼拜天就是几天之前上个礼拜天也有一个让这边的维安人员十分头疼 也十分担心的一件情况发生 也就是这边的两个足球队 他们要进行一个十分重大的比赛 我本人是不是很了解足球 说过有说错的地方 也请各位观众朋友纠正 这就是呢 这边一个名叫做Bocard Junior 还有队他们要进行一个 人称是南美洲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足球赛 但是这个足球赛呢 却在这个River Plate的这个球迷攻击这个Bocard Junior的球员的情况之下 只好暂停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也可以想象哦 在G20就要开始的当下 也让当地的维安人员的神经绷紧了不少 而这一次呢 川普总统呢 他的维安格局也是所有的领导人当中最高的格局 他将会搭他的整个这个entourage 他整个这个随团会有10个aircraft飞机 还有不同的其他交通工具 维安一起来到这边 那美国的维安人员呢 他们其实也在12天之前就已经到达现场部署 就是要确保川普总统他在这边 所有的行程会一切都十分的安全和顺利 而这个第二大的这个团队呢 则是这个Saudi Arabia他们的团队 会有6个6架飞机来围送他们的领导人 但是这个最后来的领导人是哪一个呢 这也是大家十分关注的一个重点 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随便这个走个corner就是这么多的警察 那现在当地呢 预计将会有2万2千个不同的 不同的警力 为期两天的G20会议 将在贸易战和紧张的安全局势背景下举行 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已经使全球经济处于危险之中 而乌克兰中东以及南中国海等 也是一系列危险的国际安全引爆点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特里斯腾内勒说 经济体系应该如何运作呢 保护主义是好还是坏 气候变化是真的吗 如果这些国家不能达成共识 就会向外界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那可能就是他们无需加入进来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在酝酿之中 峰会召开前几天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海域捣毁乌克兰船只 并扣押了一些海军人员 基普方面称 这一事件发生在国际水域 对此美国总统川普对计划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峰会上会晤持怀疑态度 现在甚至传出他不会和普京见面的报道 另外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将出席此次峰会 萨勒曼涉嫌上月下令在伊斯坦布尔杀害记者卡舒吉 会否有记者追问此案也值得关注 成千上万的反全球化抗议者已经聚集在布伊诺斯艾利斯 尽管一些最激烈的战斗可能发生在峰会内部 布伊诺斯艾利斯仍然部署了两万两千名警察 会场内外到底会发生什么 请随时收看明镜电视在现场为您持续发来的最新报道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现场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明镜电视在明镜电视 앞 Guerra word下令 感谢观看